我们人类在地球还能存在多久呢 原本天文学家预估51年以后 地球就会被太阳给吞噬掉 但其实可能成不到那个时候了 因为后来有科学家预测 大概2.5亿年之后 再次出现超级大陆时 地球上的哺乳类动物 包括人类都活不下去了 到时候统治地球的 还可能会换成他们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超级大陆 人类反而不能活呢 因为下面这三件事实在影响太大了 先来讲一下 2亿五千万年后 这个出现的超级大陆被称为 终极盘古大陆 这个版本的超级大陆 北美洲会跟非洲大陆系在一块 澳洲会跟亚洲连在一起 南极洲与南美洲也变成邻居 这剩下中间那里有个内陆海 整个大陆看起来 还有点像是个 嗯对 天天圈啦 话说呢 这个是学者依据了大陆漂移学说 认为过去的盘古大陆呢 是在经由破裂漂移分开后 才成为现在的七大洲 因此推测到了未来 本来就持续在漂移的这些大陆 还会再集合起来 重新来个大合体 而这个新合体的终极盘古大陆呢 就不像原本的七大洲 大陆两侧都有接近着海洋 反而是陆地变得远离海洋了 滨海的区域也变少了 而陆地的比热又较小 当白天被太阳照射之后 整片的甜甜圈大陆的内陆 温度更是容易飙升啊 进行这项研究的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团队 他们利用了超级电脑 模拟未来的气候状况 这份研究的主要作者 方斯沃斯博士他就指出了 终极盘古大陆出现后呢 将会造成内陆的沙漠地区 可能会进入极端干旱的状态 甚至沙漠的范围还会扩大开来 到时候只有沿海的8%到16%的陆地 是哺乳类动物还可以居住的地方 不止这样 还有这个东西也放大绝 让你热到没办法活命 没错就是太阳 因为每隔1.11亿年 太阳所侍奉的能量就会增加1% 也就是太阳越是老化 所放出给我们的辐射就会越多 地球的温度自然还会再升高 当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热之后 又加速了陆地与海洋有更多的水蒸气冒出来 也会使得大气层跟着明显升温 而且呢 这片田田圈新大陆被预测形成的地点 可能就是在赤道附近 于是呢 就会热上加热 但不止如此哦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团队 还预估会有这个状况 方斯沃斯博士他们也发现 终极盘古大陆出现后 还会让火山爆发更为平凡 这将会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 而且会是目前排放量的两倍之多 但这份研究啊 并没有把现在人类使用化石燃料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或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给算进去哦 如果都算进去了 哇 那状况应该更糟糕了 再加上终极盘古大陆 也不像原本的大陆 比较容易透过下雨天的雨水 把二氧化碳带入到大海里去 这也是极端干旱的 终极盘古大陆 二氧化碳会高到不行的一个原因啊 通通这些因素加起来 这个田田圈大陆新世界会热到爆啊 预估一般气温有摄氏40度到50度 而这已经超过了很多生命的耐受程度了 当然植物也很难存活下去 所以粮食供应就会出现大问题啊 这份研究也指出了 到时候沿海地区湿度会变得很高 人类就很难透过流汗来散热 所以那个时候 人类如果不是已经移民到其他的星球 那就可能要出些些演化来适应了 再不然就是要消失在这个地球上了 但这样的话会换谁来主宰地球呢 方斯沃斯博士有指出 在终极盘古大陆的北部与南部边缘 可能还是有一些哺乳类动物 可以勉强hold住活下来 但就算是这样 哺乳类动物也不会再是地球的统治者了 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 比较能够耐热的并温爬虫类动物了 你觉得会是蜥蜴吗 还是蛇 或者会是鳄鱼吗 你可以想象整个世界变成它们主宰的样子吗 想一想好像有点恐怖耶 虽然变温动物对于热的适应 也不是无限上纲 但也许在这两亿五千万年的期间 或许它们也会慢慢演化出 更大的耐热性也说不定 不过研究团队也有说 终极盘古大陆有可能是位在北极附近 不一定是在赤道那一带 如果是这样 应该是可以让地球的热量稍微减少一些的 这样有没有让你稍稍松一口气呢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咯 原来终极盘古大陆的行程 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啊 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咯 也记得按赞按订阅开启钉钉刀咯 这样才能最快收到孝金新影片的通知咯 下次见了拜拜